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6点到7点钟的节目 今天我们6点钟为各位请来了 如果透过这个画面各位已经看到了 我们请来了三海楼的总经理何一家 你好 一家你好 请来了三海楼的主厨蔡瑞郎 你好 好 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介绍三海楼呢 因为第二年的米其林的榜单呢 2019米其林指南呢公布了 跟去年比较起来呢 三星的还是维持一家 二星的呢 今年是五家 去年是两家 所以增加了这个三个家 但在一星的餐厅里头呢 有一个非常亮眼的 大家认为他早就该入榜的 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请来的三海楼 三海楼为什么值得大家特别来聊它呢 因为在三海楼吃饭 各位吃的不只是台菜 吃的是台湾的历史 特别是讲到台菜的时候 如果你要讲台菜到底有多长的历史呢 如果我们拉到1930年代 来看台湾的台菜会是怎样的一个面貌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请来了 三海楼的总经理何一家 还有他们的主厨 米其林的主厨呢 蔡瑞郎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要让各位呢 去感受一下 时空拉到90年前 接近100年前的这个台湾 那时候台湾人 优雅的台湾人是怎么样吃台菜的 我们来请教这两位 三海楼讲历史其实很短对不对 是我们大概才五年而已 而且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在中山北路的巷子里 是在一个老宅里 老宅 就在现在的大仓酒店的后头 然后那个金华的前面 对 但是现在的三海楼是坐落在仁爱路上 是 差不多也三年了吧 我们啊 到那个到仁爱路这边来 没有 到一年 所以前面那个中山北路的时间 还是稍微长一点 对 那个有三年多 有三年 当时其实从那个地方 要迁到仁爱路来的时候 也是成为上了新闻 因为那个从老宅 到这个老店 然后要离开 这新闻上面也是话题不断 我们也很不舍 对啊 不舍离开 但是问题是 来到仁爱路之后也很好啊 你看2019年就上了米其林了 米其林的一星了 我先试试看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 在米其林的评件里面 台菜到底该怎么定位 台菜会不会比率太少 那其实从第一年开始 就有很多讨论了 那一家你呢 你可不可以先聊聊 你对你对台菜上米其林这件事情 感触应该是蛮复杂的吧 我觉得米其林来台湾评件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会希望 台菜的比例比较高一点吧 因为毕竟如果是一个从外国或是来旅游的人 因为它是一个旅游的评件嘛 就会希望更多外国人可以看到台湾本土的饮食跟菜色 对 这是一个很很有意思的一个蛮复杂的心态 比如说我们如果到日本去或到曼谷去东京去 如果我们要去吃一些很好吃的餐厅 那你其实会面临一个挣扎 就是我们既然到这里是要吃当地的 非常道地的 很棒的 有特色的菜 还是我到曼谷吃法式料理 到曼谷吃意大利料理 到东京吃意大利料理 这是一个 我是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态 因为你也可能在日本吃到一个非常棒的法式料理 是带着浓浓的这个日本风味的 也可能 这也是一种特色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到了日本 你第一个还是会先选择 没错 日本料理 真正的日本料理 对 这是第一个选择 所以这就是我想米其林选择 跟台菜之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指标 你们的台菜跟其他的台菜 如果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区隔的话 我刚才已经稍微开场讲过了 如果我们要回到1930年代去看台菜的话 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阶段 当你们台菜的定位 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很多人会认为说 台菜其实没有那个 fine dining等级的餐厅 台湾非常有名是美食 但是我们的夜市很有名 我们的 比如说像台式的家庭料理很有名 或是有一些酒家菜 还是还蛮有名的 可是很少 有这个fine dining的这一个层级的产品 那其实台湾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宴席 或是fine dining的菜系 其实是因为30年代到50年代那时候 台湾真的就像您说的 就是文化非常蓬勃的时候 其实有这样子的餐厅 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了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那我们就很希望至少能够延续这样子的传统 让我们在台湾也有这个宴席的料理 可是你这样讲的时候 而且你这个描述也描述得很好 30到50年代后来就断了 那我好奇的是第一个 他当然就说 OK那个也许这个台湾的餐饮室的作者 或者是美食家们要去要去整理这一段 说为什么断了 但更重要一点是断了以后 那师傅去哪里了 他们还是要生活啊 这就很像说满清覆灭之后 宫廷里头的御厨 他还是要活着嘛 他们有的开始学江浙菜啊 去了比如说像圆山 对不对 我懂了 然后有的去 后来就有后期 跑到这个北投的酒家 开始自己做菜的 哦号称酒家菜 对号称酒家菜了 好但是因为你去到酒家菜了 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主厨也帮我们了解 怎么跟酒家菜做区隔 酒家菜的特色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最麻烦是怕别人就说 啊那不是酒家菜的更细致化一点吗 其实完全不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去分析 30到50 那50到可能到70 60这个时间点啊 那其实我们现在变成你刚才讲的说 可能50年到后面这个都跑去那边 其实我们的应该我们以我的过程是过到可能这个60年代 这个这个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点 所以那时候其实台湾经济正好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 像我们现在做的酒楼菜 就是手工太过于繁琐 所以他变成简易的变成是一个台菜 可是他变成是没有包含就是 哎早期那一些真的说 他在做菜做出来是有历史性的 还有一些手工的啊 还有一些就是真的就是做出来真的是有内容的菜 那因为60到70台湾经济正好大家都忙着赚钱 所以要拼就是菜的料理要快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在30到50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反正这种你刚用到丑楼 那个时候菜可以重视到这么繁复的刀工 繁复的这个过程呢 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为什么可以呢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时候 时代的氛围吗 对时代的氛围 然后他们真的还蛮蛮优雅的啊 然后中间吃饭还有断场 断场中间还有请义记来唱歌 饮詩这些的 就整个还有一天你保留了 19世纪延续下来的某一种那种 风情 风情 一种委婉的风情 速度很慢的 像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讲的缓慢 还有那个缓慢的风情 你晓得这种重视风情 它就会有很多的繁复的细节 现在人看起来可能像您主厨刚刚讲的 也许在60年代以后那种快速的工商节奏 大家就不耐烦了 可是现在再回头想 它有一种味道 各位如果再想想这个 悲情城市那些电影的画面 就想想看当时 那时候台湾的男生穿西装 还是带个帽子 对不对 还是带个帽子 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那些照片 其实是这样子 他们带个帽子很优雅的 可是你想想看 那时候天气跟现在也差不多 也是蛮热的 可是他们穿得住那个带个帽子 没有啦地球暖化 当然现在更热了 好所以你们的菜 你刚才用了丘楼 换句话说 其实你们是希望恢复 那个年代的台菜 重视手工 重视更多的细节 对 好这就是这个 三海楼的特色在这里 我记得当时在中山北楼 这个老宅出现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去过 当时就有很多的 这个艺文界的朋友 还有美食界的一些朋友 像什么交通啦 这些作家们 大家都高度的评价你们 那就表示说你们其实走出了 一个台菜的一个风格出来 这是你们当时就希望传递的 对 黄天不负苦心人 然后在2019年呢 他们也被米其林看到了 那么拿到了一心 在我们现场 那我们待会跟各位再慢慢地聊 同时我们在现场呢 他们非常认真 帮我们带来了一个 让你给你给你各位看一下 但只能看不能吃 待会我们来告诉各位 三海楼的台菜 到底特色在什么地方 好欢迎回到帕巴大国民 今天我们在六点钟呢 为各位请来了这个 三海楼2019年呢 米其林一新的最新的 这个榜单上的 这个新加入的这个得主呢 他们的总经理何一家 在我们的现场 他们的米其林主厨 蔡瑞郎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刚才一路聊到说 要在三海楼 各位吃到的台菜 一定要回到一个 1930年代 那个氛围 那个年代的台菜 去理解的话 就知道他们跟其他的台菜 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隔 就出来了 好然后呢 那我就好奇了 如果说照刚才两位这样讲 特别是一家 把我们描述的 30到50之后 他就断掉了 那丹安利亚师傅 刚才也讲了 他们就他们为了 适应新的环境 就跟晚清末年的 那个玉厨一样 他们就必须要到各个地方去 重新适应那个环境 所以他们学了江浙啦 在台湾 他们学了江浙菜 学了各方面 把台湾的这个厨师的 这个手艺呢 变成18般五一样样接通了 但是我好奇是 当你们要恢复到 30年代的时候 你们怎么去找 就现在的朋友 如果要质疑的话 会说 那我们怎么知道 你们讲的 就是30年代的台菜呢 玉家 我们一方面 当然是找 就是一些历史上的 一些文献 然后去研究 他的一些菜色 因为其实他们的菜单 都是有留下来的 可是那时候 我们看着菜单 就觉得说 哇好有趣哦 可是也不知道 那菜到底是什么味道 所以后来又找到 当时还是小学徒的厨师 然后现在可能八九十岁了 来教我们 然后我们才终于知道说 到底是 比如说这个猪 或者这鸡 到底是什么品种 然后他的腌料 应该是什么味道啊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材料 跟他确认 然后才让他开始教我们菜 我第一次去你们 中山北路的三海楼 看到那位老师傅 是 是不是 你们有情味 老的一个老师傅 很可爱的 就从他 他等于他就是你们讲的 跟他情意了 是不是 是 好 那瑞朗你呢 你跨进来之前 这是怎么学习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 其实我们刚开始 就是去找这个老师傅 那找这个老师 其实他的口音很重 刚才 刚开始在沟通 其实有一点难度 那整个就是整个菜 跟这一些菜的品项 还有用的品种 或者可能鸡的品种 还有很多的细项的原料 怎么去沟通 那后来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他也很怀疑 因为觉得说 现在的人怎么还有要做这么 繁琐的手工 因为这个不只在 人力或是这个整个后面的 这个 这个 废史的时候是很大的付出 所以他其实也蛮质疑的 后来我们其实走了好几趟 跟他请教 那后来也真的让他动心了 就是说 整个里面确实是有心要 就是把这一个 就是当时30到50年代的菜 把它传承下来 瑞朗 我很好奇 你知道为什么好奇吗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好的 有想法的师傅主厨 就跟我们做任何的艺术创作一样 我当然有师诚 可是如果我只在这个师诚里面 不断的去重复我学到的东西的话 我也很难再成一家 所以他一定也有创造这个部分 所以你在想要延续这个 三年代这个老台菜的 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也自己会有想法吗 那经过这样子 他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 慢慢摸索 慢慢摸索以后 就会开始出来 蔡瑞朗自己的风格了 那这个部分也有创造的部分 改变的部分 改变的部分应该是说 大致上是没有整个 应该是说在呈现的部分 因为当时的时候的菜品的呈现 不会像现在人讲究这么精致 甚至我们把 就是把他所有的产品 把它再精致化 中间的整个味道的元素 是不能改变的 这个老师傅也很强调 元素不能改变 可是你要怎么呈现 你可以去设定说 你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塑造 比较有质感的东西 他都可以答应 这个说得好 元素不能改变 但是呈现的方式可以 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风格 对对对 讲起来很容易 我们待会用实际的方式 实际的个案给各位来看 各位就会知道 但在这个之前 我要再问一下一家 因为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 有聊到 因为米其林进到台湾来 当然也见仁见智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曾经访问过日本的 非常爱台湾的作家 这个资深媒体的野岛刚 他就写过一本书 书里面有几篇文章 谈到台菜跟米其林 他有个观点认为说 台菜其实最好的就是他的 Easy 他的在地本土 吃他的时候的那种 非常非常非常轻松的那种感觉 那他觉得米其林就会到一个 某种规格 那个规格会使得某种 餐饮的那个文化不见了 那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 但是刚才我在跟这个一家 来聊的时候 我觉得一家讲得很好 一家就说 那到底怎么样在米其林的 规格之下 把台菜拉到一个高度 可以跟全世界的一些 米其林籍的 其他国家的餐饮 大家可以放在一个平台上 比较 可是又要保留台菜的 本土的特色 这个很难 各位说一下 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去 拿捏它的平衡 我觉得台菜其实跟台湾的文化 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台湾人其实是比较热情 然后比较稍微随性一点 然后我们比如说法式 你刚坐下来 他会比如说给你 那一口真的很小 但是他就是想要 就是非常法式的事情嘛 那我们台湾人再怎么好吃 都不能做那一颗出来 因为就是不对了 所以我们的头盘 就是非常的大的拼盘 然后要澎湃 表示我的客人 就是热情的要招待我的朋友 那我觉得那样子的精神 是不能跑掉的 也许就是你这个呼应的 刚刚瑞朗讲的 那个元素 元素 对还有他刚刚讲的 其实另一点是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风土 跟它的味道 像台湾那样出来的酱油 我们是日晒钢酿的 对日晒钢酿 它那个味道 也跟比如说日本那样子 慢慢三年 然后那样 然后是木桶里面搅出来的 那个发酵的程度跟味道是不一样 那也是我们相对比较野放的味道 也有亚日带的特质 对 然后我们的鸡株跟人家也不一样 我们比较精瘦然后能跑 我们是原生种 对 所以其实它所能够做出来的 风土的味道 跟它可以匹配的菜肴 本来就不一样 我觉得那个味道 跟那个精神不能跑掉 好 什么叫做193年代的台菜的特质呢 我们跟各位在现场 如果看到画面的话 各位我相信在六点钟 这时候我用描述的 我就可以让各位口水都流下来 现在在我们的面前 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道招牌 经营烧猪 21天的乳猪 必须在没有断奶之前 你看我有一边讲 我的口水都一直在 在吞我的唾液 然后呢 但是我要挑战他们两一下 我们一直都会以为说 台菜里面有烧 有烧 有乳猪吗 台菜这不是人家广式的吗 这个才有吗 越式的菜里面 才看到这个非常有名的吗 为什么台菜在 既然在1930年代 就有这个经营烧猪呢 主持人帮我们说一下吧 其实我们刚应该是说 像我做台菜 有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那二十几年后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 经营烧猪这一道菜 那我们其实是去拜访这位老师傅 在他的棚那一个的菜单 那一道菜单还是昭和六年的菜单 哇昭和六年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翻的说 欸怎么台菜会有经营烧猪 我们也很惊讶 我们就询问这个老师傅说 欸怎么会有经营 他说当时就有经营烧猪 他们的经营烧猪还在 他们后发源的时候 自己养鸡养猪 小学徒就在那边烤 烤这个猪 他说那你在台北市怎么烤 这一只猪你怎么烤 那我就跟他沟通嘛 比如说我们有现在的设备 就是把它再静置化 那麻烦他传授给我们 那我们其实也得到他同意 先试做看看 让他先试看看 他觉得说 欸这烤起来比他们 原本那个明火在烤的时候 会焦化的部分 还要 色泽还要漂亮 味道也OK 就是整个的口感 其实是比之前还要好 那猪种呢 猪种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用 我们有一个养猪的博士 他还得过神龙奖 现在的猪都请他帮忙 那他其实也很多 我想说 那卤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酱汁 那这个酱汁代表什么 酱汁也是非常繁复 我想说 怎么还有法国的蜂蜜芥末 最好坚持蜂蜜芥末的时候 我们都很惊讶 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三年代的时候就有这个蜂蜜的芥末了 对对 还有好像又有泰式的整个蘸酱 怎么会有这一些的元素在里面 台湾呢 这就是台湾呢 对不对 我现在讲有道理吧 这是台湾特色啊 对对对 所以他说 他其实当时 蓬莱格就在大道场的港口 所以经商的人很多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 很多的国家的人在这边 这个土地这边 这个活跃跟请客 所以他们其实也有 对当时的这一些的种族的人 调了这一些的酱汁 所以1930年来的时候 这个金银烧租的酱料上 就看出来了 这个各种不同的异国风情 对 也展现了当时的大道场 作为一个国际的 一个一个 有点像是国际通商的一个重点 贸易重商重点 对 他的这个跟各国接触的 哎 但这五个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那边这个是 这个是昆布岩 昆布岩 对 就是他只是 对对对 那这个是甜面酱 甜面酱 哎 这比较那个啦 像山东 北京烤鸭 或者是山东的某些这个 作料里面 他会加这个甜面酱 这个 这个是蜂蜜芥 蜂蜜芥 法国的蜂蜜芥 那这个就比较台湾的 这个是绍兴 就是我们的状元红 去泡蒜头 状元红泡 就是黄酒 黄酒 我们都喝黄酒 喝黄酒 对对对 他去泡蒜头 泡蒜头 把那蒜头切片吗 对 因为他切成细条细条的 很多客人就觉得 他是僵尸 对对对 我刚才 我刚才看他的时候 我第一个念头也是说 这是姜丝 这师傅也蛮坚持这个切法 对对对对 各位再想一想 因为姜丝通常是切成细条细条 你是吃那个小笼包的时候 那个细条细条 可是呢 他这个是蒜头 蒜头切成一个细条细条的 很少看到这样子切法 所以这个切法 通常蒜头会想到 吃香肠的时候 把它切成小片小片的 它是切成 所以这个功就 其实也是要花一点时间 让那个蒜头一个小小的 没错没错 各位晓得说 为什么叫做细致 就是细致到这个 他连蒜头的切法都是讲究的 对对对 那再过来就这样讲的 那这个就是五味酱 好像泰式的柠檬的五味的口味 所以你们的经营烧猪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一下列出五个小碟子的 各种的这个陪伴他的 我们就套一句这个大论用的法 就是陪伴这个烤乳猪的朋友 对对对 烤乳猪伴侣 经营烧猪的伴侣 好他跟烤乳猪有什么差别 烤乳猪其实我们的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腌的部分 会有跟粤菜或是相关的菜系有差一些 像我们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元素 其实像我们的有豆腐乳味噌 就是这几个 在腌制 就是稍微在整个腌的腌制过程 他不腌这个外皮 他就是腌我们下面 他的肋排要把它撑开 OK 这个两个肋排撑开 把里面的酱汁抹进去 烤的时候不会像就是月色的话 他会烤到可能我们来讲好像有泡泡这样的 他是烤筋面的 筋面对对好 那我刚刚有讲已经讲到21天的乳猪 21天坚持21天 多一天少一天都不可以 好那烤的过程要多久 烤的过程差不多 因为我们现在要低温12个小时 所以低温12个小时以后再进去烤 差不多40分钟 先低温12个小时 但在低温之前又有一个腌制的过程 对对对 那腌制过程要很久 所以我说就是我们才说他要三天前就要预定 对对对 要定这套金银刷处要三天前 所以烤筷加低温加陈线差不多要三天 差不多三天 对 然后那个腌制的过程 因为他一只这么大的一只乳猪 他也是这样反复的一层一层抹上去吗 对 还是浸泡在一个大的像浴缸里面 不是 他是抹的吗 一层一层的 那浸泡的时候皮会 皮会浸泡到这些这样子 所以他烤出来就会整个黑掉 哦 哎 这是个学问了 他不能够整个浸泡在一个调好的大的 所以他是在里面 里面 肋排里面慢慢抹进去 所以他等于就是用那个 有点像那个毛刷子一样 沾那个酱 对不对 我以前有看过人家电视上讲那个 他就一层一层这样抹 他难度就是 因为这个的皮很 肉跟皮很好 所以肋排在取的时候 不能化到表面的皮 外烤的时候 他因为缩皮的时候 他整个就会垒开 会垒开 对 好那各位看到这一只非常漂亮的乳猪呢 为什么叫金银烧猪 那个金银的意思是说 外表要烤到金银 金色 上色一样 上色一样 金色 对 好 但是不能烤焦 不能烤焦 对对对 那金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一只猪会做三吃 第一吃的时候 就是吃他的皮 直接皮 第一三 金银烧猪要先三吃 要三吃 第一吃是先吃他的皮 这个皮的部分 那再来最好吃的就是他的这个肋排 肋排 肋排的部分就会取下来沾着这个酱子一起吃 所以皮还不用沾酱 皮就直接吃 直接吃 第一吃是皮不用沾酱 第二吃就是肋排的下面 沾着这个酱 随便你的口味五种酱 好 那第三次的部分 他取下来的话 还会有一些碎肉 对对 我们跟酸菜炒的一起 包着我们的银一起吃 那个挂包 挂包 台湾的挂包 所以金银 挂包是银 对对对 然后加酸菜 对 哇 这道菜光是描述 我相信在六眼中的时候 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被煎熬到不行了吧 所以说非常的台湾味 但是你现在想要去山海楼来不及了 各位 因为要三天前要先订这道菜 你要现在赶去 你没机会的 好 所以这道菜非常费功 对对对 要三天前来订 这你们现在是 这是你们店里的招牌了吧 我们招牌其实有 有这几道 这也算一道 那像我们的挂炉烧鸡 挂炉烧鸡 对对对对 我们的像我们的珍宝鱼 珍宝鱼 对对对 我们的拼盘 我突然要为散客讲讲话了 这么大一只烤乳猪 如果是桌菜订桌单没问题 三天前去订嘛 我十几个客人一桌 OK的 但如果散客怎么办 散客我们现在 散客设到这种烤乳猪 烤这个金银烧猪吗 我老是讲成烧乳猪 抱歉 他有别的菜可以吃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在单点的套餐里面 这个要到六到八个人 就可以吃得到 六到八个人 因为我们有慢于四分之一 好各位 我们就凑一下吧 大家凑六个人吧 凑六个人就有机会了 你如果是一对夫妻 两个一对情侣去 还吃不到 吃不到 那你就 大家看看站在门口 招一下 招三对人 三对情侣就继续订 但是要三天前 麻烦 要三天前 对对对 这个是193年代 我们在台湾的这个 台菜的文献上 就看到了这个 金银烧猪 很精彩 各位看看他 常常看你就知道 他跟我们所熟悉的乐视 往事的是完全不一样 味道也完全不太一样 进广告 好欢迎回到 POP大国民号 我们就是故意的 在六点钟到七点钟 请来了米其林一星的 新入榜的三海楼 这个以台菜 而且193年代的台菜呢 作为他们的一个 整个主要诉求的 这个三海楼呢 的总经理何一家 还有他们的米其林主厨 蔡瑞朗 跟大家一起来聊天 有没有勾起各位的食欲啊 现在想到来不及 请先订 三天之后 再到他们的餐厅 要需要在三天前去订的这些菜 除了经营烧猪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杜包鸡 杜包鸡 对对对 杜包鸡很有名 那是要很繁复的过程 对对对 他也是注重在于公囊 那因为先把一只鸡 鸡本身的要先把它去骨 去骨 就里面的骨头 放它去掉 全部整只鸡保留原状 但是骨头先去掉 皮不能破 破的时候你就不能做 高难度 这个需要现在的医美的手艺 医美的手艺 对对对 那我们在从 在里面变成要 因为鸡的肚子里面 骨头取出的时候 我们要塞掉 对 那塞掉的部分 我们会塞的很多 就是三针海味都在里面 三针海味 对那鸡本身做好了以后 再来要把它塞到珠肚里面 那珠肚其实你看 那个珠肚这么小 把鸡先去骨 掏空 然后鸡的肚子里面 塞进很多的三针海味 然后再合起来 对 然后再把它放到珠肚 对 然后现在就来了 这个繁复的功夫到第二次 都放到珠肚里头 对那珠肚其实 珠肚的孔很小 那你要怎么把一千八到两千 这个鸡塞满满的 把它塞进到肚子里面 而且珠肚还不能破 肚子不一定不能破 对对对 所以它就反复的工作 又是医美 医美成级的手术 对对对对 所以它就变成是说 你把它塞完了以后 那你还要再去炖 差不多快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样整个塞完 才会要炖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 那所以差不多也要三天前 就要先订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会反复的工作太多 还要在 在一个高汤的部分 我们有时候各位再想一想 为什么很多的老师傅的手艺 他到最后会失传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消费者愿不愿意 用一种虔诚的心情 去看待这道菜 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 干嘛这么复杂呢 那这个菜就一定会消失 因为店家对师傅来讲 他们会觉得 那既然你们都不在乎 那我这么费工干嘛呢 对不对 可是如果各位再想一想 当你吃到这道菜的时候 你想的是 这整个的这个厨房的作业 是拉高到三天前 在准备经营烧猪 拉高到三天前 在准备这个 把这个鸡 然后做这样的处理 每一个过程 如果都这么繁复的话 你在吃的时候 难道不应该 Oh my God 这个是一个太完美的过程了 太完美的创造了 所以我们很开心 谢谢这个餐厅 谢谢这个主厨 这个手艺才会保留下来 我觉得米其林 有一部分的精神 其实最值得肯定是 他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厨艺的 整个过程的价值跟意义 这样讲话 各位就懂了 好 我们现在 这是听广播的朋友呢 你没福气 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朋友呢 就有福气了 为什么 因为看到我们现在师傅要跟你示范 这个金银烧猪切也有学问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会 就是第一个 就是会有三吃 三吃嘛 第一吃就是吃他的皮嘛 对 要削皮的部分 因为我们没有菜刀 就是一只剪刀 剪刀 在餐厅也是用剪刀 跟 就是要把这一只 我以为是因为来电台 你们签就才用剪刀 其实不是 就用小刀跟菜刀 各位听到那个声音了吧 脆脆的整个皮是脆的 各位想想 光这个脆脆的声音 就可以吸引多少人 这时候停在路边 把车停下来 然后再听我们的节目 他在吃的时候 是需要趁热吗 不需要 要趁热 要趁热最好 因为我们烤的时候 烤完的时候 会直接马上上 上的时候变成了 师傅会在旁边 做桌边秀的部分 对对 桌边秀 哇 各位讲 各位你要知道 尤其是我们节目的关系 如果是在餐厅里头的话 他还是热腾腾的 内切下来 那个很香 然后那个油烟 会在那边飘起来 香气热气会飘起来 所以把它皮皮开的时候 那个味道就出来 这个功真是细 现在我们在沉默的原因 是因为我跟一家 总经营 我们都很专心的 在盯着那个 一片一片的 金银烧住的那个 脆脆的皮被剪下来 摆盘也是 台菜的摆盘很重视吗 一家 台菜重视摆盘的形式吗 以前稍微听师傅 老师傅讲 就是稍微的粗犷了一点 所以我们有稍微再调整它 这也是米其林的餐厅的标准 他们也很重视 整个菜上来之后的 那个形色 就我们说那个 外貌看起来的 白色 这也是他们一个重点 而且现在的人吃东西 比较小一口 不会忽然处于大块的那种感觉 那以前可能稍微的大块 各位要晓得 当年这个刘邦 建立这个汉朝之后 他大宴工程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 何一家总经营讲的 那时候都是大碗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那个腿大概就一块扒下来 就是一整腿放在手上这样啃 抱歉 现在21世纪不来这一套了 都是要把一个 把一个金银烧猪呢 慢慢的切成小片 哇 我现在把这个盘子拿起来 听广播的朋友 你真的没办法感受 但是我描述给你听 2468 八片 下面呢 配着一个已经 已经扎好的 这里面有包括什么 葱 葱 对对对 还有一个香菜 对 腌香菜 腌香菜 包着它那是红椒吗 对 就红椒的皮 红椒的皮 绑着一根葱 然后加一个香菜捆起来 上面再放着一片 切片的这个金银烧肉的这个皮 皮 对 然后有八片 加上一个这个 在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盘子上面 很漂亮 这个画面 非常漂亮 我觉得我很 我很适合做shopping圈 好 像通常 你们这么繁复的这个 这个台上做了以后 这五年下来了 说真的 有没有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有一些挫折和阻力 我所谓挫折和阻力 就是说 其实消费者要能够欣赏它 要能够懂它 会不会 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好像很多人会来说 你们这个不是台菜 对对对 你们遭遇到的挑战是这个 对对 他们认为说不是台菜 理由大概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 这个有时候可能年纪的关系 因为我们像我们会做 做边的服务 有的可能是差不多50岁 40岁他们其实没有经过 可能30年 我懂了 我懂了 所以他们的印象中 其实跟我一样 很抱歉 不是可能 他们一定没有经过 他们才50岁 怎么可能经过呢 所以他其实跟我一样 就是早期的这些的料理 是这样做 怎么会是这样 这就像什么呢 这个学问这么好的我 这么爱吃的我主持人 我刚才都问了一个 很蠢的问题 就是说台菜里面 有这种像类似 广式的这种烤乳猪吗 就他们说 1930年代就有 那不叫烤乳猪 那叫金银扫猪 这就学问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会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跟客人这些 你们的困难会在于两个 一个就是说 大家现在很难理解说 1930年代台菜 就这么样子的优雅细致 这第一个大家难理解的 第二个难理解是 大家会有一个错觉 那不就是酒家菜吗 错也不是酒家菜 因为他们比酒家菜 要更加的细致 繁复 好 那酒家菜还迁就了 当年的整个台湾的这个社会发展的那个形态 酒家菜 所以他有一点快速 简洁 好吃 重口味 不要要下酒 就重口味嘛 那时候重口味 可是1930年代台菜 基本上口味没有那么重吗 没有那么重 但是有异国风情 有多样的文化的交错的风情 对 从文献上看 它其实是有福州菜 闽南菜 粤菜 然后甚至有一些日本的这种 没错 因为1930年代的时候 日本统治台湾也差不多30年 快30年了 二几年到30年了 对 这些菜系其实都在台湾菜DNA里面 有时候我常在想在台湾 真的是一个福地啊 就是因为我们就以吃的文化来说 太多样了 对 再加上1949年后 这个中国大陆外省菜进到台湾来 然后再彼此交错 再学习 互相交错学习 有时候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老店里面 你会发现到 它有一些菜色的走法 有一些保留了客家菜的某些味道 保留了台菜的某一些做法 对 这其实也就是在互相的交错了 好 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三海楼 他们的总经理何一家 还有他们的主厨蔡瑞朗 恭喜他们了 2019年他们在摘下一心 也让大家觉得台菜 在米其林评鉴台湾的菜色里头呢 终于又有一个更道地的 也很道地的 1930年代风格的台菜进来了 这就是三海楼 好 今天6点到7点钟 各位透过声音也好 透过画面也好 会非常的有感觉 因为将近100年前了 193年代的台湾的台菜 它的背后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历史跟文化 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金银烧猪 光是一个金银烧猪这道菜 为什么从当时到现在中间会有段落 或者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 不要说年轻的朋友 像我这样子的中年以上的很多的朋友 大概都不知道说 原来台菜里面也有像金银烧猪 类似广式的这个烤乳猪这样子一种一道菜 但是这台湾人在193年代就有 而且它的配料 它左这个菜的各种的配料 又非常的异国风情 那都证明了193年代时候的台湾 实际是非常具有这个多重文化的交错的这个 一个舞台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历史的传承里面呢 有非常的有趣 为什么这个台菜到后来断掉了 然后又重新在和一家 还有他们的主厨蔡瑞郎 他们很认真的努力之下 找了很多的老师傅 慢慢慢慢的去拼凑出 早期台菜的各种的风貌 我们现在回到现场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先请教这个米其林 这个主厨蔡瑞郎 跟着这些老师傅这样学 这几年下来 也应该改变你很多 作为一个厨师的人生价值吧 对对对对 其实接触这个老师傅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跟他学 就是外面的菜 那后来其实是跟他聊 聊完以后 我觉得说 其实我当时可能花了20年的时间 都没有学到真正的台菜 那我觉得说 我好像真的没有学到台菜 就是说 他讲的东西 其实在我的20年的台菜里面 是没有这些的东西的 对对对 那他在讲的时候变成 我觉得说 不只学到技术 学到这个层面 也学到30年代 整个当时的餐饮的习惯 甚至传承到30年代的菜系这些 其实真的在这个五年 其实蛮开心的 但你这样讲的时候 会不会突然觉得自己的肩膀上 也开始有一点担子了 我的意思是说 这很合理的 因为听了这么多 看了这么多后 你自己也会有一点点使命感了吧 也希望把这些菜色学下来 然后也能够传承下去 一定有这种 那我也是希望说 带着这一些现在的山海楼这个团队 那不管里面有中老青这一些东西 他们其实都很 现在都很乐意 就是做这件事情 不管是做 甚至是里面是有固执性的 甚至我们现在也很多的 一些小朋友 他自己都写推荐信号来说 其实他对这一块的 就是在这个采访当中 他们听到 这个台湾有这样的文化 其实他们也很乐意 要来参与这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如果有兴趣来参与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餐饮的 整个的社会的评价 都在大幅度提升 加上米其林进来 我觉得这都对餐饮界的工作的朋友 给了很大的鼓舞 更重要一点是 以前蔡瑞郎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就学这些厨艺 当学徒很辛苦的 那时候真叫学徒 现在放心 这个过程再辛苦 也没有像以前那么辛苦 三海楼总经理和一家 我认识一家也有一段时间了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女孩 她让他们的家族 在这一块食材的开发经营 还有在三海楼的 台菜的风格维持上 她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最后几分钟 让一家来讲一下 你得到这个米其林了 对你们来说 这个得这个米其林 跟没有得这个米其林之前 你真的会有很大的差异吗 你对这个传承这个台菜 因为当然不是因为 现在得了米其林就在做 五年前你们就在做了 那但是得了米其林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 更有一些其他的一种想法 可以让你们怎么样往前推 推出一个将来讲到台湾的台菜 尤其讲到台湾的 193年代的早期的台菜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到三海楼 一个是我们其实 得了米其林以后蛮高兴的 就是说其实 被看到了 被看到 然后以前不一定有那么多认同我们 说其实台菜是可以有这种 精致的宴客的菜 那另一个我们其实也蛮高兴的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其实是做有机 跟台湾这些原生的食材起家的 那大部分的时候 人家还没有吃过我们东西 就会开始说 我们东西一定不好吃 就是说 对 所以就是你们这些无毒的 你们这些怎么样 你们就是不好吃 什么菜 我最生气的就是 人家常常说我们菜业都重控 我们就是好好种 怎么会有重控呢 但是得了这个之后 我觉得也让大家更认同 说台湾的食材 或是至少环保有机的食材 其实是好吃的 然后它应该更好吃 而不是不好吃的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大家都还蛮开心的 其实得了米其林 跟没得米其林呢 对于三海楼来说都没有差了 因为他们本来就一直在路上在走 只是说得了这个之后 就像刚刚一家讲的 还有主厨瑞郎讲的 就被看到了 人有时候就这样子 你景一夜行 就是觉得怪怪的 哪一天被看到了 那种开心 对大家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当然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 就比较辛苦了 定位就比较辛苦了 但是我也是跟各位 郑重的推荐 因为有机会去看看他们 我觉得有时候你吃一道菜 不只是吃一道菜 在他们餐厅的整个摆设上面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们都用了很多当年的三年代 说台湾的一些非常知名的老店 他们的店的名字 来作为他们很多厅的厅房的标志 也就是进入到一个台湾早期的历史 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 感谢这个三海楼总经理何一嘉 也感谢他们的米其林主厨蔡瑞郎 谢谢两位 谢谢 我们在画面前面的朋友有福了 看看这些菜多漂亮 感谢各位 也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采访 让我们看到台湾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在努力的为台湾这块土地 在认真的打拼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